美国总统投票倒数两个月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民调支持度不相上下 两人在国防内政 经济与外交互有攻防 但七大摇摆州选民 如何看待两人证件 多数选民认为经济是重中之重 先填饱肚子再谈其他 有些人着重种族 移民及社会动乱等议题 部分选民担心地缘政治引发战争 也有人关注气候变迁 川普与贺锦丽 谁比较适合担任总统 选民各有自己的想法 美国媒体分析 川普原本稳操胜算 但自从拜登宣布退出 由贺锦丽接棒后 局势开始转变 最终谁能赢得摇摆州选民的青睐 就看两人端出的证件 能否切众人民的心声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